哈囉大家好我是小薰 那今天跟大家介紹的是石中藤這張卡片 那他目前在我們的競技場呢已經重新可以兌換了 那這張卡我上次只有練到CD7而已 那滿技的話是CD6 那在這個版本的話呢 到底還要不要換這張卡呢 那以下是我個人的看法 首先這張卡他是光的妖精 那我覺得他適合隊伍目前來說只有道羅斯 那其他隊伍的話其實用不太到這張齁 那他主動技能是一回合內隊伍成員的種族越少 全隊攻擊力跟回復力會越高 那只有一個種族成員的話 可達至最大的2.2倍 也就是說你全妖精的話 他的攻擊力跟回復力就會有2.2倍 CD6 2.2倍 但是其實妖精隊其實用不太到這張卡 那使用之後有一定機會 會使當前的技能CD變為0 也就是你開下去他有可能會再跳起來 那這個是他有一點運氣成份的地方 就是吃人品的 那為什麼放在道羅斯隊裡面比較適合 因為道羅斯如果要打一些易補盾 因為道羅斯他是可以放妖精的 所以他是可以打易補盾 那打易補盾如果說一些比較高血的易補盾 可能需要他的這個回復2倍 才會放到他 不然的話CD6的2倍左右增傷呢 那放在道總裡面的話 其實是沒有什麼太大的用處的 因為道總通常都會放日月朗 然後光金獸光哀或者是白龍這些卡片 其實沒什麼位置可以放這張 主要是因為道總如果不是為了打易補盾 或是特定關卡的話不太會放妖精進去啦 還是放龍跟獸比較多 血量也比較高 那這張卡完全就是為了道羅斯打易補來用的 所以如果你有玩道總的話 非常推薦大家可以練一張這個 那像之前的那個輪迴50關那個 我道總打過的話也是帶這個 持鐘盾進去齁 也是蠻好用的 所以總結呢有道總的話就可以練一下 你沒有說玩道總的話我覺得就不用練了 使用的機率非常非常的低齁 那以上是我個人的看法 大家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會幫忙的訂閱 如果喜歡的話會幫忙的訂閱 如果喜歡的話會幫忙的喜歡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掰掰 再見